大家好,我是飞龙 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5月28号的复盘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来看一下展停板高度 以及市场相关的热点主线 那么首先我们从今天的一个展停板来看的情况下呢 展停板表现高度这一块呢 表现并不是很好 虽然说这有一个六板的 但是前面有这个相关的一个什么 相关的一个ST之前5%的 所以说它整体的一个展停板高度这一块呢 是没能什么 是没能继续晋级的 那么这个呢,侧面反应今天情绪呢 继续往上面打高度呢 其实还是出了一点小问题的,对不对 第二个我们来梳理一下 目前市场相关的这些主线 今天其实说对纸数 今天无论是护纸,创业板纸 还是说这个深圳层纸这一块 包括大片这一块 其实最强的还是什么 最强的还是创业板纸 创业板最强的纸数走势最强 主要是扫盘的一个锂电池 锂电池整个新软气质产业呢 扫盘比较强 带动了整体的创业板纸的一个走势 串满这个一个走势呢 也带动了一个护制这边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今天整体早盘呢 权重发飙的主要的还是 锂电池以及相关的一个产链 第一个可能说这一块呢 主要走的是相关的一个 趋势性的一个行情吧 第二个可能说 行业性的板块呢 是主要是医美 医美经过短期的一个调整过后 包括哈三联啊 包括这个其他的呢 也是吧 继续往上面打高度 这个有点像这个趋势性行情 打不死的小强 调整一下包括之前的朗子 包括这个航三联 包括苏宁环球等等 调整完过后 长长听听 趋势继续往上面打 继续往上面打 这是趋势性的行情 目前整体来说都是什么 处于相对的一个高位了吧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要和大家板块 主要说到这个板块呢 是这个证券板块 证券板块 尤其是五盘开始拉升的时候 包括星夜 包括这个什么 包括方正 包括这个财打等 那目前这个板块呢 从这个什么 从这个香材 从香材完过 现在开始走低位 补涨的一个逻辑了 那么今天主要发力的呢 是相关的一个证券 证券里面呢 是方正 这个和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包括在我们每天的直播里面 和大家说的 应该是不下20次了吧 这个是重组预计 和谁和平安 包括五间公告 有一个相关好力 好的一个助攻 也带动了相关的一个表现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相关的一个刺心 刺心 刺 这个什么野马 以及华通 等等 出来很多的一个牛股 尤其是行情比较好的时候 刺心呢 由于盘子小 压力少 需要的资金少 股性比较活跃 所以说资金做的呢 也比较多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华为 华为这个鸿蒙系统 本来上线 这个也可以关注 原因是什么呢 之前跟华为有关的 华为这方面 也出来很多牛股 包括之前跟华为软件 合作的成卖 涨了差不多10倍 跟华为汽车合作的 像小康包括长安 也都是大涨 目前华为鸿蒙软件 这块呢 也可以继续挡解 所以说目前市场呢 今天只说 总是有个大内闹 但是总体来看 热点还是比较多的 并且每一个热点呢 看着还都很OK 这是热点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涨停相关的一个数据 涨停相关 涨停相关数据 大家可以看 今天并不是很好 涨停满加速呢 有点减少 榨板率呢 增加 这个就是什么 震荡 前面再加一个字 拒震 指硕盘中矩阵的时候 带动了一个 榨板率的一个提升 但是目前来看的 应该呢 整体来说 短线热情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指硕啊 指硕大家可以发现 最近几天啊 最近三天 这跟大阳线上来之后 指硕一直都有矩阵 包括盘中都有矩阵 这个呢 意料之中的 这个矩阵 其实是 也是指硕继续上涨 调整的一个 必备条件 为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矩阵的呢 最简单的一个原因 简单的说 就是什么 做轿子的太多了 做轿子太多了 资金抬不动 抬不动怎么办 我那就震着呗 把这个再换一批 人做轿子 把原来做的 比较牢的给震下来 震下来完之后 筹码变轻了 轿子变轻了 然后才可能 继续往外面涨 对不对 第二个 我们再来说一下指硕 前面已经多次和大家说了 指硕是回踩50线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 今天包括这个位置 盘中跳水 回踩50线 立马就给挥上来 这是50线整体的一个 以50线做支撑 整体的一个趋势性的 一个走势 第三个 只说目前还很难说 完全结束 还很难说 完全结束 接下来主要看一些大盘的 包括证券啊 包括科技啊 包括其他的等等 一些大盘的网络 能不能带动 只说这一块 进行一个后期的表现了 权重大台 目前来看的话 虽然台子没有多好 继续大涨 方量大涨 目前看台子整体来说 还是比较稳的 接下来可能还是寻找一些 相关的短线的一些热点机会啊 来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把握 好 以上是今天的一个 感谢大家收听话 我们下次再见